小八卦,黄子涛自恋,小花爱看自己存折,可让新人瑟瑟发抖。 一,听说黄子涛很自恋,有一位从选秀节目出来的小花,现在发展是如火如荼,一路上运气跟开了卦式的,让人一路上惊讶到掉牙。 新人很怕跟她搭戏,因为她很严格,而且气场强大让人瑟瑟发抖,但是她虽然严格,但是导演拜托她给新演员说戏的时候,她也非常爽快也非常负责。 三,这一只都叫做是老好人,因为她总是能用一种光辉的人性去解决一些看起来有些棘手的事情,她对待新人也不会采取冷态度,因为她明白在这个圈子里大家都可能是此一时彼一时,所以她对待大家的态度都是一样的,就这个态度,很多圈内人根本就做不到。